安樂死和緩和鎮症的分別 安樂死和緩和鎮症的分別 安樂死就是刻意主動將一個病人的壽命終結 而緩和鎮症呢 就是如果一個病人病痛很嚴重的時候 用藥物令到他睡眠 令他不再需要承受這個病痛的痛楚 而不是目的令到他的壽命終結 但是病人會在他睡覺的期間 因為病情的原因自己去死亡 這是很大的分別 當一個病人如果患了一個病 是已經再沒有方法去醫治的話 而他是病得很痛苦 不能夠再承受這個痛苦呢 那麼他可以提出安樂死 那麼荷蘭安樂死是合法 不過呢就有很多的條件 譬如就是到了一個絕望的境界 即是沒有辦法可以再減輕這個病人的痛苦 而這個痛苦也是不能夠再承受得到 那麼可以提出這個安樂死 那麼醫治也要找一個第二個醫生去判斷 是否這樣的情況 那麼加上這個病人要自己自願去選擇安樂死的 不是其他人給壓力去選擇 還有當然這個人自己的精神意志要清醒 作一個好的抉擇 那麼如果符合這些條件呢 那麼就可以選擇安樂死 如果一個病人他的病情去到這個末期 而他亦都是很痛苦的話 沒有方法再去減輕他的痛苦 那麼醫生可以選擇緩和鎮症 他的意思就是注射一些鎮症劑 給這個病人讓他睡覺 那麼當他睡覺的期間呢 他就不會感受得到他的痛苦 那麼就可以一個人在他睡覺那段期間呢 慢慢安長地去世 是否有什麼問題呢 還有一位病人是否有可能會感受到這個抉擇 如果一個病人的病情去到這個末期呢 而他亦都是很痛苦的話 沒方法再去減輕他的痛苦 那麼醫生可以選擇緩和鎮症 他的意思就是注射一些震静剂 给这个病人让他睡觉 当他睡觉的期间 他就不会感受得到他的痛苦 就可以一个人在他睡觉的期间 慢慢安长地去世 对家属来说 安乐死和缓和镇静的分别 就是安乐死是一个主动的方法 将一个病人的死亡提早 这个方法对病人的家属 很可能会有些困难 可能因为他们的信仰的缘故 或者其他的因素 因为这个是很非自然的方法 要刻意令到一个人死亡 所以很多人或者会有困难接受 这一件事 而缓和镇静就不同 缓和镇静只是用药物 将一个人令到他睡觉 而令到他不再受到他的病痛的折磨 而他是自己在睡觉的期间 因为他的病情的缘故 失去生命 这一件事对很多人来说 都会容易接受很多 当然对医生也有一个分别 医生也是人 有些的医生 或者都是因为他自己的信仰缘故 对安乐死又抗拒 所以不是每一个医生都会执行 安乐死的 而缓和镇静是一个很正确的 帮病人的方法 所以医生应该不会对缓和镇静 是有障碍的 我想医生与病人家属都一样 安乐死的抗拒 有可能是大于缓和镇静